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说话都不好使 听说男人无论多老心中都会住着一个小男孩 看到吴征小剑就信了 我不允许你比我可爱 所以我要捏爆你个泡泡糖 像我们这种颜值又高又有才华的人 随时随地都能来一段舞蹈 当然 哥也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关爱大 像什么上网就小猫的事情 根本就不值得一起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欺骗大圣 遇到了儿子的班主任林小欧以后 就秒变小绵羊了 两人因为澳大利亚的误会 已开始并不对付 吴征内心of 走 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吗 话虽这么说 但吴征和林小欧鱿鱼娃的缘故 不得不经常见面 这下可好 两人互相对着对着 就对出感情来了 可惜吴征是个怂怂的老男孩 他不敢直面自己对林小欧的感情 气得嗡员人民女教师大喊道 吴征若若地表示 天了喽 现在的人民女教师都这么可怕的吗 于是小年杨真只得使出浑身线束 哄女神开心 看到吴征这副软蒙的样子 林小欧哪里还舍得生气呀 除了户队日常外 两人正惊起来的话风也意外的很甜啊 恋爱虽被动 但吴征立起 来来可是一套一套的 可惜打脸的速度来得太快 小剑长寿不来 2333333 小剑都仿佛听到吴征在说 本机长上之天文下之地里 17岁能修床 19岁能修车 看我牛逼步 M你确定 预备唱 掌声响起来 吴征脸疼起来 不仅如此 吴征还特别自恋 他认为儿子之所以这么优秀 全部都是因为基因好 小剑此刻的心情跟林小欧是一样一样的 不过吴征的话说的也没错 乔治驾驶确实是很有艺术细菌 他不是细胞啊 偶尔吴征也 会一赶一忙的 臭美形象检讨自己 就比如这段对白 你的脑子呢 被火锅算了 小剑现在严重怀疑吴征的台词 大部分 都是刘剑文人线编的 哈哈哈哈 这处美程度完 全跟社长本人一模一样啊 看了老男孩的预告后 小剑赶紧搜了一下老男孩的发布会 刘燕简直是笑死小剑了 现场总结吴征这个人物特点 就是帅接着就现场演绎了一遍 吴征是撒脱达梆法 拿起小拳拳就吹起了林依晨的肩膀 不得不说一句 刘燕的头是真逼大啊 哈哈哈哈 结果一不小心用力过猛 林依晨就飞出去了 刘燕娇羞的小表情和林依晨一脸的惊口 也太搞笑了吧 刘燕回过神来后 赶紧上前拉住林依晨 还在一旁 弱弱的解释 我真的只是轻轻的一推 小剑赶赌一包那条 吴征绝对是刘燕的本色出演了 小剑觉得老男孩找刘燕出演 简直是在合适不过了 因为刘燕身上就有着老男孩的三个特质啊 三个特质分别是 老男孩老男孩之 刘燕自1999年出道以来 也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快二十年 所以无论论资历还是长相 刘燕直对是个吃香的帅大叔 也许吃瓜尼妹们一直在小奶狗和帅大叔之间徘徊不定 但小剑就不一样了 只要长得帅 年龄都不是问其 老男孩之男俗话说的好时之色也 人之性也 刘燕之所以有这么多迷媚 也是因为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独特的男性魅力 记得当年一部兰语横空出世 小剑立马就拜倒在了刘燕忧郁德的气质下 这个角色让刘燕在小剑的心里永远都留在了二十三岁 清澈的眼神就像一只小动物 吴燕祖曾经说过刘燕是个天生的演员 不用开口眼睛里就全是戏 小剑觉得这和刘燕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脱离不了关系 尤其这扑杀扑杀的睫毛 真是现杀旁人 老男孩就还都说微博是明星情商的检验地 感谢微博的出现 让吃瓜群众们感受到了 刘燕的花式作妖大法 比如最开始的抢沙发片 那会刘燕刚从森湖转战心了 整体没事就研究抢沙发 还洋洋洒洒写下了一套抢沙发心得 在经历了成立民间组织火华社 跟吴燕祖强定娃娃亲之后 刘燕做的最大的腰应该就是改名字风波了吧 哈哈 小剑提起这个就想笑 当年刘燕为了好玩改了个吉利土特产代购的微博名 结果愣是改不回来了 这下可好 有热目再深的刘燕 当提到的歌乌龙刘燕 作为以色列旅游行像大使 只能默默在墙角哭泣 当然刘燕不止改过一个微博名 像什么刘诺依全球后援会 黄瑞哭泉调大叶都是信守爷来 感谢微博的出现 让刘燕身上的孩子气被无限棒打 才给群众们带来这么多的快乐 从忧郁响生到铁血硬汗 刘燕一直在用自己的实力说话 走惯了文艺路线的刘燕 演起狠角色来意外的代感 刘燕在保持通话中饰演的大反派 简直 帅小剑一脸好吗 硬汉中刘燕虽然饰演了一个傻大哥 但是这满身的肌肉也是男人为max 刘燕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不会让人出戏 因此小剑觉得刘燕的三天影帝 绝对是实至名归 除了以上所说的老男孩标签外 刘燕现在还身上背负着另外一个标签 路易爸爸 无论是微博画风 还是总一走向 刘燕都在用自己的生命 演义什么事实力坑滑 小剑在此默默的心疼 一波洛逸和妮娜 摊上这样一个傻爹 2333 有这样两位天使宝贝和贤惠的妻子 刘燕简直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而这部由刘燕 林依晨主演的老男孩 将于3月4号 这是在湖南卫视 精英独播剧场 跟小伙伴们见面了 看起来期待的不知小剑一个人呢 最后忍不住贴一波流言 在25岁时候的著名格言 如果你逼平我 我就不承认 哈哈哈哈 小伙伴们